海濱长廊 大家好,我是麦林 今天休闲由港岛的海濱长廊 今天我们选择由銅鑼湾至中环的天星码头 全程约莫是4公里左右 其实风景都相当讨好 我们今天很悠悠地想选择銅鑼湾至中环的海旁 我们就来到世贸中心的銅鑼湾 刚好有一棵树 我们就会在世贸中间 可以看到这条巷 直接走进去 有条门走下去就可以了 没有几条路 看到有个路口的隧道 我们就由这里走进去 条路都很斜的,不过要小心点 给大家看 看到有指示 去香港游艇馆那边 直去 看到隧道在这里 就看到了 遗窩五炮在这里 直去 好,那我们就出来了 遗窩五炮 就是这里了 只是这个铜锣湾游艇会 其实在这里看海景也很漂亮 这一边前面就去天后那边 有机会我们走 但这次我们就去中环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出去吧 中午的12点钟 就会明炮了 有时搭车经过都会见到 但也很少下来看 有兴趣的朋友就要留意时间 沿着这里过去 好油油 尤其是避风塘 水就比较静一点 黄昏也很漂亮 其实这个铜锣湾避风塘 日头和黄昏也很漂亮 尤其在海浪 较为平静的时候 船隻的倒影相当优美 拍出来的照片好像油画 都是这里打卡的好地方 好,来到这个路口 我们转出去 只有一条路 转出去洪兴道 这里是景观会所 往前走 沿着洪兴道出 下面就是海滋隧道 下面就是海滋隧道 好,转出来后就是洪兴道 沿着洪兴道 也很少近距离 在海滋隧道边 我们很少走 一来到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游换的地方 这里就是游艇会 好,来到这里的时候 都可以见到很漂亮的海景 这里是近期落城的 湾仔水送运动 康乐主题区 第一次都引入了 岸上的餐饮设施 这里有个餐厅 不过我还没去过 遲些可能试一试 这里附近都提供了很多 桌椅 太阳山 或者是洗手间 和冲身设施都有的 我想都是支援 玩水送活动的市民 这里看到海景真的错了 很幽游 现在看到很舒服 少一点人 因为这里很大 所以有空都可以走 这里有餐厅 大家有需要就在那里吃 不过我常常忘记了这里有餐厅吃东西 所以通常在外面吃了 晚上的海也很舒服 这里有船仔玩一下 前面那里买飞入 来到这个洪兴道的水上运动 和康乐主题区 有很多鸭仔船可以出来玩 当中有几艘船仔 以本地创作人 麦雅端的插画作 Chocolate Ring 为题的特别版的船仔 但人都觉得很好看 小朋友更加喜欢 这就是坐船的价目表 二人船就200元 有时间就可以来这儿 踩下船仔 吹下海风 其实呢 就是维苑到这里 其实都做得很漂亮 分阶段都完成了 后来当局说 在东区走廊下 行人版道 在2025年 就会全面完成 之后呢 港岛北岸的海滨长廊 就可以由 堅利地城 至沙几湾 哇 都很长的 那我们继续沿着海边过去 会绕过会展 真的不走都不知道 除了山顶可以看围景之外 其实海滨长廊看围景 都非常漂亮 加上那么多那么漂亮的公仔 整个地下 周围都看到 来到大人变成小孩 再看一看 其实有十二生肖的公仔 其实都挺震撼的 这公仔挺有趣的 地下有很多 就是这些卡通公仔 这些我就不懂了 但是小孩应该看得很开心 这条长廊 其实在不同的节日 都有举办不同的主题的项目 较早前 就是2月14号的情人节 有一些深深的栏杆 粉红色的 很漂亮的 拍了些照片 不过现在来到的时候 就没有了 我相信不同的节目 有不同的主题 这个公仔其实是十二生肖 它可以有十二生肖 它可以有十二生肖 那 阿鼠 牛 夫 套 龙 尘 马 羊猴 鸡 狗 猪 一切 一切 龙在那边 这种 其实这个公园都很漂亮 好了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那我们就来到会展了 不惊不觉 那我们就 入铜锣湾 走到湾仔区 湾仔区 是湾仔区 在英军中心 湾仔这一边的海賓长廊 都算是第一二期的建筑 即是重建的范畴 湾仔码头 就扩阔了 当然是长了些的 要去搭船的话 但是就多地方 给市民玩 这个湾仔区 有很多 鸿卿道 湾仔码头 有很多 舊信箱 我们以前都是用的 大家看到吧 重建了之后 整个湾仔的海奔长廊 都幅度很多 很大 当然一船船就行长了 但是呢 就看到一些设施 和景色 都做得很漂亮 这里附近 如果有不同活动 很多团体 都在这些活动 所以有时 就可以来参观一下 和看一下 这么优美的景色 继续往前走 我们很快 就走过来 回展中心 香港回展 在上面 我们继续往前走 绕过去 去金资荆看看 很多旅客 这个是金资荆的金杯 拍照 看前面 哈哈哈哈 我们自己 都好像没正式来过 这儿 回展都去得多 都没有走出来 打卡通 一路吃雪糕 一路走去中环 真正的一路向西 一路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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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这么美的风景 如果在中环 你跑到弯仔 然后回到弯仔 然后回到弯仔 比如四五点 开始跑 回程的时候 就会日落 对着日落 跑回来 其实也很捨异 休息 对着日落 哈哈 继续往前走 大家看到 充满香港特色的作品 不管打卡 就浪费了 我们身为香港人 都可以去海滨 看看现代和往式的香港特色 很快就到天春码头了 我们都慢慢走 大概两个小时 都不用了 就走到这里了 我们经过政府中部 这里是金钟 再走前一点 再走前一点 就是天星码头 看到摩青群 好了 我们继续了一会 差不多 就到天星码头了 很快 对吧 看到摩天轮 我们差不多到终点了 其实若莫走了3.8公里左右 两个小时内 基本上都可以走完 当然 如果喜欢拍照 到处走走 或者逗留久一点 当然时间要充满一点 沿途都有些洗手间 还有些餐厅 或者有些轻食 买些轻食的地方 所以都很方便 这里是中环 红瓣仙 前面就是我们的终点 今天不错 我们慢慢走 正式来到中环码头 今天我们很悠悠 下一次 我们就去介绍大家走走 那就是这样 拜拜 港岛的海滨长廊 真的要走走 不用钱 又多东西 又有很多特色 可以打卡 交通又方便 又没什么难度 万活一个下午 真是很捨意 订阅和给个赞我 欢迎分享 预众同乐 下次见 拜拜